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李慧芬 上星期五 美國密歇根大學公佈了 11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初值已經跌穿了70 最新是報66.8 創十年低位 消費者現況指數初值是73.2 消費者預期指數初值是62.8 消費者預計未來一年 通貨膨脹將會升到4.9% 從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一般國家通脹只可以維持在2至2.5 如果超過2.5就要考慮加息 另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 經中美雙方協定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在11月16日 星期二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會議 就著中氣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問題 交換意見 大家要留意會議後的新聞公告 因為有機會影響股市前景的走勢 另外 中國黃金協會公佈了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2021年頭三季度 內地原料黃金產量是237噸 安年下降了10% 其內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是814噸 安年增長了48% 其中 黃金的首飾消費量是529噸 安年增長了54% 金條和金幣的消費量是214噸 安年增長了50% 工業和其他用金70噸 安年增長了13% 在供需失衡的情況下 金價正在開展升浪 紫金礦業之前公佈了9月的首三季業績 按中國的會計進則來說 實現營業收入有1690億人民幣 當年增加了30% 綠德純利113億 增長了147% 單計第三季度的話 實現營業收入是591億 增加了25% 綠德純利有47億 增長超過100% 去到116% 很多大行將紫金礦業列為行業首選 紫金的股價在10月上旬跌到8.5元 之後就出了一個轉世訊號 出現一個十字升 之後股價是十級而上 投資者可以在10個報仁錢中買入 目標看回12個報仁錢 不就是向上的利潤有20% 大家不妨考慮 收入了 到達了 了